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时候就很想要找说那有没有介绍啊 国中英文又很差 然后就发现去那个书店看中文的书 就只有邱总监写的书 那个年代英文没有网路 对 有的话也很难查取 那时候大家都没有把资讯上传 所以要从网路上找音乐剧真的不容易 是 我们在这里面有访问了总监 然后请他来跟我们谈谈音乐剧的诚挚流程 我觉得跟你谈这一块的时候蛮有趣的 因为你会发现说白老辉的音乐剧 它真的是一个很庞大的产业 而且因为这么庞大 所以它才可以制作出这么精良的作品出来 世瑶讲的一点都没有错 它是一个产业 当你思考到一个表演艺术形式是一个产业的时候 它很自然的量体会出来 量体出来 它后面的延续力也就有了 很多朋友在讲说为什么歌剧在台湾不能是一个产业 表演艺术在台湾不能是一个产业 或者是音乐剧很难在台湾成为一个产业 我们可能第一个量体都不够 我想我们可以做的是让音乐剧不断的被大家看到 让音乐剧变成是大家去剧场里面看表演艺术的一种选项 而不是只有说那个是商业操作的剧场 那个是在百老汇或者是伦敦戏区才看得到的剧种 希望音乐剧在台中这件事情 它是被看得见 像我们一开始就请到 也是同样以热爱音乐剧出名的主笔林伯杰Polkin 来跟我们讲一个音乐式的十个大哉问 我觉得第一个大哉问大家就很常会说 我看过歌剧啊就是歌曲美音 到底歌剧啊音乐剧啊这个差别是什么 当然你要中间要讲什么美声唱法 大家可能就要搞清楚说那美声唱法就是什么 我觉得他讲的很好的方式就是说很简单啊 有带麦克风就是音乐剧 没有带麦克风就是歌剧哦 哦 是不是一个还不错的辨别方式 诶 那那个歌语怎么办 金剧 金剧我们就是金剧咯 哈哈哈 不过我要说好 要跟大家讲音乐剧歌剧歌语金剧 通通都一样 对我来讲都一样 它就是音乐跟剧场 是 再来另外一个主笔吴玉婷呢 让我们细细地爬梳了一下 到底音乐剧它是怎样出现的 中间发生什么转变 有怎样的一些音乐剧场的形式 在那时候轮番的出现 所以如果对于这个音乐剧的起源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们 一定可以去看了一下这一篇 我相信如果喜欢音乐剧的人 你一定都非常的在意 音乐剧词曲创作者 没错 我就是最在意词曲创作者的那一种人 如果创作得好 所有的词都是非常诗意的 让你能够感受到文字之美 曲创作得好的话 它会让你觉得它不只是歌曲 它还有很多意境的存在 所以我们这次就请了 吕戴卫竹笔呢 帮我们写了一篇长达二十页 音乐剧的重要词曲创作者的一个戏书 我小时候也就是听那个CD 觉得很好听 那你听久了 你一定会想说 很想要去现场看看 那个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很开心就是看到 现在台中国家歌剧院 都会在夏天的时候 排入音乐剧的档期 当然啊 音乐剧在台中这件事情 一定要让它发生的 尤其是要发生在台中 今年他们演出这个 一个美国人在巴黎 那它其实是有这个盖西文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 你们古典乐刊 为什么做音乐剧呢 这个就是由盖西文创作的词曲 有很多它不同的音乐剧 跟创作的歌曲 把它融入在里面 同时之间我们也有请 一个美国人在巴黎的 两个主要演员 Ryan跟Lian 来跟大家谈谈 成为百老会演员的过程 另外一个是 从他们演员的观点 来推荐大家说 如果你没有机会来百老会 你要看什么影片 可以感受到音乐剧的美好 像是Ryan他是舞者出身 所以他其实是挑了很多 以舞蹈为主的电影 Lian呢挑了很多 他小时候看 然后他觉得可以启发他 变成音乐剧演员的作品 他们两个挑的这16部 我看起来舞蹈还蛮强的 不是只有爵士舞 或者是当时流行的热舞 而是也有很多古典的成分在里面 我相信这跟他们两个的背景都有关 所以我们想说 用百老会演员的观点 来推荐音乐剧 大家可以稍微的感受一下音乐剧的艺术 现在网路上很方便嘛 大家都会分享自己的资讯 那当中有一个音乐剧版主他非常热爱 他叫Angela 我们就去访问他 请他来跟我们谈谈 他到底怎么自己爱上这个形式 他怎么样可以每一年呢 都去就像伦敦啊 疯狂的看了就是试试试 所以要存款存很多的意思 我觉得有可能是 那音乐剧一定要听 如果光是这样子看 有没有什么方式 让大家可以听得到音乐剧的声音 在音乐剧上面 它的版权会比较难处理 这个我就可以解答了 当时音乐剧一开始 其实是没有打算要巡回的 音乐剧一开始 都是为了一个剧场的形式 让大家茶余饭后 能够到剧场里面来疏解工作上的压力 所以他要的是 一定要到现场来看live show 所以音乐剧是这么开始的 等到大概80年代后期 整个科技的进步 让音乐剧的制作跟演出 能够离开纽约曼哈顿 到美国的大陆各个地区去巡演 英国伦敦的音乐剧 还没有这么快可以巡演 所以早期音乐剧的巡演 都在美国的国境内 一直到20年代开始 科技更发达了 你有很多剧场的技术 巡回制作就可以产生 然后它就可以往国外带 越来越多的音乐剧 可以离开它的原产地 可以全球巡演 但是你刚刚讲的 版权 为了让大家到剧场里面来看 所以音乐能够录音发行 也是真的是近一二十年来 才慢慢有的 但是视觉就是说录影带的发行 或者是DVD的发行 它还是很限制 对 因为它就是一个live 而且有时候我觉得live看 真的是差别蛮大的 没错 因为你知道一个故事 可是重点在如何去讲那个故事 是很重要的 然后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 虽然这音乐剧很多世界巡回 然后也都来台湾 可是其实我觉得你要真的到像是剧场的空间 去欣赏 才真的有机会跟百老会的剧场空间 是一样等级的享受 没错 就是剧场还是要在剧场看 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一次的Music杂志 几乎三分之二都在讲音乐剧 在台湾这件事情 还有在世界 是 所以只要来歌剧院买票 你就可以顺便在歌剧院买一本Music 让你的音乐剧的知识更丰富 更全面 我觉得重点是在更全面 就欢迎大家带着这本 或许来台中买这本 对 来台中看音乐剧 对 边看边听 更感受一下这个音乐剧的美好 那么Music早餐汇报 下次再见咯 好 耶 都没吃 都是骗人的 今天早餐汇报 大家还喜欢吗 喜欢的话呢 欢迎帮我们按个赞 或是开启youtube订阅 任何意见的话呢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那么我们的早餐汇报 下次再见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